其实今天的话题非常非常好讲 为什么 因为 一般你们都是取个中文名吧 因为中国的汉字 有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特点 就是象形会议 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呢 就给每个人的名字 讲究一些寓意在里面 比如说我 爸就希望我长大之后大的建树 大祖 谢谢爸爸 但是比如说 会取名字这种 公碧羊肉鸣 建功立业 羊 羊名立万 全都是这种决心报复 好词在里边 中国古时候取名字 有一些忌讳 有一个说法叫六不取 怎么这一拍现在结束了吗 你就开始了 时间开始 也给你先说是吧 对 六不取 对有六不取 比如说国名不入名字 不要用国家的名字 比如说不能叫左挪威 陈丹麦 话译老 话译老 陈丹麦 官职不入名字 然后山川河流不入名 动物影集不入名 就病的不要取到名字 另外还有寻常物件 还有钱币 货币 也不要取到名字 华人名用说张铃铛 对 对 这个太奇怪了 张铃铛 狼电视 所以古人 普通老百姓又没有上过私塾 没有读过书 这些东西都不能取 他就不知道该取什么了 所以在古人名字里 最常出现的是数字 张老三 朱重八 张三李四 张老三 陈老五 老九 就这种名字 或者说什么伯仲 还有我们法外狂徒张三 这个经常有这样的习惯 嗯 华伯伯你累不累现在 我想请后齐老师 能不能把他所有的话都捡进去 我是国际漫游明星 让观众觉得我的客服是应该的 放一个华伯伯直拍 大家好 我是国际漫游不对 大家好 我是国际漫游 我是国际漫游 还没逗你呢 你法国人啊 法国人啊 我是国际漫游 耳朵痛不痛 一直来 痛 很委屈 这样我们客观一点问 文涛 坐在这大概才五分钟时间 谁最吵 谁最吵 谁最好玩你说试试 他们的玩 话多多 我听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就甩了一句 你能十分钟不说话吗 谁就我妈的梦想了 他的那个表情就这样 想了一下都好像感觉他很不舒服 不能很舒服 我不行 我不行 朋友们 请记得刚刚 陈老师说的这些话好不好 我们今天是有个内容叫做全球文化相对论的 我们论的问题是什么呢 话是在你们的国家 起名字 有哪些讲究呢 OK 好 其实 阿雷 那么意大利 我觉得我们起名字的一些方法 会跟中国相对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嘛 因为中国毕竟它是有汉字 在中文里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一些汉字的结构的数据 来创造一些新的名字 而意大利语当中的名字 基本上都是来自 古希腊语还有拉丁语 比如说我自己的名字也是 Alessandro 我原来的意大利语名字 它就是 希腊语的Alex Andros 就是保护人类的意思 你觉得你行吗 我觉得我还可以吧 保护好自己也可以 不能最不行 对吧 那比如说意大利不一样的是姓氏 还是有的姓氏 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 关于这个家族的来源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的姓氏也很特别 我的姓氏是马蒂尼 是我们经常喝的那个东西 马蒂尼就是那个东西 对吧 所以你的全称就是马蒂尼保护人类 对吧 还是蛮确切的 我在小学的时候也是 在意大利有一个广告 我就说 No martinino party 所以说 好笑 都说 No martinino party 但其实这个姓氏 在意大利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姓 就是它是来自杜林这个区 就是意大利围方的地方 我爷爷的一个是杜林人 然后这个姓氏比较多 但比如说意大利南方有另外一种现象 有一个姓氏叫做Esposito 就是被露出的 有这个形式露出来的 的祖先 基本上都是孤儿 为什么 因为在意大利孤儿 基本上都会被放在交堂的门口 然后这些小孩 就会被修女力量长大的 但是这个修女觉得可能这个小孩很可怜 他没有姓 就是没有家族嘛 那就给他起这个名字外出的 露出的Esposito 我这样的 咱们这个很少有人知道 得有点文化 好 谢谢 没事 你意大利人 对 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这个是华伯伯为这一句 就是一直在弄的第一个梗 第一个梗 你为什么耳朵不点红 因为很热 我其实我对华伯伯 其实我跟你们说 我跟他一起在私底下吃饭 我对他是没有抵抗力 可是他真的会把我笑死 然后现在我感觉我的味道这个长三角 一个是杨迪在这里 一个是华伯伯在这里 一个是华伯伯在这里 我完蛋了大家 真的是 你意大利 杨迪在想 怎么可以把我跟华伯伯做个对比 我真的很想说 我跟她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你们就不要被他牵着走 该说自己的事 更好玩 你德国人啊 其实在德国的话呢 给孩子起名字要特别注意 像在德国的话 你必须给孩子起一个 能判别性别的名字 就比如说在德国的话 你不能起一个叫Matti M-A-T-T-I 因为你不会知道这个孩子 是男的是女的 这个名字是中性的 所以一般起一个中性的一个名字的话呢 我们国外会有一个中性的名字 那中性的名字 那中性的名字 会是一个比较好判别 是男是女的一个名字 我们现在还是蛮有趣的 像我很喜欢的一个赛车手 Michael Schumacher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他的那个姓名呢 是 Schumacher 在德语翻译过来的话 是 Schumacher 就是做鞋 做事的一个 一个人 然后就像我的姓名呢 就 Blomas Swingo 其实翻译过来 Blomas 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普克牌 就是普克牌的一个玩法 在德国特别出名 叫赌徒 对 赌徒之家 不能不能不能 是真的 因为我们家呢 就是住在一个十字路口 那 Swingo 就是一个角落的 Corner 一个角落的意思 那就是一个路的十字路口 打这个普克牌的家庭 所以我们的名字就是 Roman Swingo 这样出来的 天呐 那我们如果按照这个 我岂不是麻将之家 你们成都应该很多人的 那个中间的名字 对 我们都是一家人 麻将之家 好 再来看一下小强 土耳其取名字当中 非常看重规矩 特别是在土耳其 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 最主要是考虑去一个 对我们信仰 也就是对我们历史的人 就是的名字来说 比较符合的一个名字 要取给他 因为土耳其人认为 每个人的名字 就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和影响到他的性格 和影响他的脾气 比如说我们的圣经 就是《孤兰经》里面 选一些 或者是我们的县制 边上的朋友的 一些比较重要的人 我们的单词 或者名字里面 选一个给我们的孩子取的 比如说我的名字是 伊德里斯塔尔哈卡尔塔尔 伊德里斯是 就是Adam 之后来的一个限制 所以他是比较多的 能力的一个人 在历史当中 而且我的第二个名字是 塔尔哈 这个塔尔哈的意思是说 我们限制边上的 最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呢 而且呢 他是很勇敢的一个人 每次都是打仗 他就 跟你一模一样 你也是 他打仗了 所以我的爸爸觉得 他很希望长大了之后 有一个比较勇敢的儿子 然后呢 他为了要不要 不要对我的爷爷不尊重 然后呢 他去了给我一个第二个名字 但在爷爷面前 爸爸不敢叫 他给你取的名字 是不是 就是出生到长大 我的家人里面 没有人就是敢 就是称呼我塔尔哈 大家都叫我伊德里斯 都用爷爷取的名字 对 但是我的朋友当中 大家都叫我塔尔哈 可以两副面孔做人 对 结果我看到了很多好处 在外面叫小唐 回家叫小强 对对对 小唐和小强 平时会聊天吗 两个人 我有时候会 一个很聪明 一个很勇敢 我会问自己 这个情况是 如果小强你会怎么办 然后他问 我是这样你怎么样 躺起来 这是精神分裂吧 你敢问 他就真敢 你发现没有 两个名字 是 来 花波波 你好 到你正规发言时间了 大家 你给我来吗 老是喝水 不是这样 对 这个好 加油 所以这样伊朗我们 你只有到现在位置 谢谢 谢谢 非常棒 好 谢谢 谢谢 你怎么办 对对对 是吧咱们中国的面前 他送你去离伊朗的 对不都会懒的 我安徽合肥的 你能安徽哪里的 管你 安徽合肥的 好吧 我们国家取名字 有没有什么奖交 有的 真的有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我的Instagram 没有那个认证吗 因为是 我有四个名字 是吗 那个时候有一个 伊斯兰改革 你知道吗 那当时如果任何人 要上学的话 如果那个学校是支持伊斯兰的话 他一定要只能报名 人家是伊斯兰的名字 对 所以呢 但是我妈妈不同意 他说我们是波斯人 所以一定要给他 取一个波斯名字 所以我的护照的名字叫 但是我一出生 没有人跟我说这个 都叫我 对 问题是什么呢 我到中国来的时候 我要取名 我到那个上学 那个又要报名嘛 大家所有的老爸都在排队 然后呢 那个根本说你取了中国名字吗 我说没有什么叫中文名 中国名字 我说我真的没有 我怎么办 他说你伊朗的名字叫什么 我说阿拉斯 然后他说我帮你取一个吧 叫阿拉斯 阿拉斯 你知道吗 我问你阿雷 阿拉在上海话什么意思 什么 阿拉我 阿拉我们 对对 我们死 阿拉斯 然后那个取名字是上海人 逗你的 我不知道 对你有什么仇吗 你可能吵到他了 对 对 阿拉斯 学校任何人不敢叫我 我说我们死了 你 后来我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我的中文老师教我的 他叫他 他说你每天很嗨 取了一个名字叫高兴 你知道吗 哈啤 我去跟女孩子 乐会的时候 我说 阿拉斯 他说 阿拉斯 过了两年之后 我就觉得跟我哥 是大哥这样不行 对吧 你好久没有喝水大哥 你来一碗 你说你的 所以呢 我就后来好好的取了一个名字 就是道华来的波斯人画波 但是为了顺着 很容易可以红 我就画波 对你以前叫画波 是的 画多多 这个故事是第一季讲过的 我想去追女孩子 我去跟女孩子说 你好你好 阿拉斯 她说你好你叫什么 我说我叫高兴 她说你叫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虽然第一季讲过 但是大家认不出第一季是她这样子 对对对 来一个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三二一 之后 真凭点吧 对 其实我非常好奇 像杨离子这样的朋友 看见像花波波这样的朋友 我们加了微信 对对对 但没聊没聊 太胖了 对对对 真的还有花波波后遗症 其实美国的情况跟阿雷说的差不多 然后其实你说的名字阿雷三角 在美国也有阿雷三角 但是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的名字特别常见 凯斯林 有时候一个班上两三个凯斯林 意大利也有凯斯林 到处都是凯斯林 对 但是种名还是比较重要 就是很多人都是纪念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亲戚 特别是外公外婆耶耶奶奶 然后这个产生了一个问题是 很多人就小的时候嘛 他都不愿意说出来自己的种名是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很老气 然后就很多名字 就按现在的标准不是很好听 就是我的种名叫Lorraine 现在也是一个很老气的名字 但是最起码好听 好听 就是有很多是又老气又不好听的 所以孩子不愿意说出来 就把它当做一个大秘密一样 你是什么中名 就不能说出来 不能说的秘密 但是也有里外 就是说你不喜欢你的名字 你就可以用你的种名 就是我的爷爷的父亲给他提了一个巨老气的名字叫August August 然后在美国现在不是很常见 但是之前会有男人生儿子的时候 会给他起一样的名字 所以爷爷也就给我的父亲提了Marvin这个名字 然后我的父亲就觉得这个名字太老气了 我就用我的种名 他的种名叫Scar 他就把Scar当做他的名字 已经发个名字了 对 大家还是比较在意这个老气这个问题 其实你说的很对 因为我妈妈也是同一个 她也是美国的 然后她叫Mary Michelle Vervaki 但是她不喜欢Mary 她就觉得很老气 所以她叫Michelle 对啊 然后我就从小时候都不知道 我家人全部叫她Michelle 或者叫她妈妈 突然我有天看她护照叫Mary 我以为是骗局 这是什么 我妈妈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真的 再来看一下Gusta 挪威呢 挪威起名其实非常随意 都可以 没有什么特定的法律 随意 好 不用讲了 没什么 只有一个规定 就是那个孩子不能被欺负 因为名字比较奇怪嘛 这个在意料很厉害 就是说我爸 他的名字是Björn Björn Björn的意思就是大熊的意思 大熊 对 他父母比较喜欢这个动物 等一下第二声吧 大熊是吧 对大熊Björn OK 你听他第一声了吗 不是一声 我的名字就是Gustav Gustav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 我想就是有的人会说 他是the one which helps 就是给别人提供帮助的那个人 Gustav我也知道这个名字 美国也有 对Gustav 很多欧洲名字 美国也有自己的办法 对 Alexander 对 美国是搬运的 因为 因为罗伊这么随意嘛 什么名字都可以 所以好多人就是会 给自己起很多奇奇怪怪的名字 比如说有这个 有一个罗伊图厂的名字 就是Yulius Andreas Gimri Arne Is that one name 这个是一个名字 一个名字 一个名字 对 那每次给他支付宝转账 都要写天使 对对 就很麻烦 其实这样子买飞机票也很不方便 我名字已经特别长 然后飞机票都放不了 只能放26个字 很多外国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 错了一个字母有的是你都找不到是哪个错了 对 那你们有人的名字是超过26个字母的 我的啊 我名字也经常写不下 所以你们每一次都要那个 打电话给客服 真的名字长也很麻烦 因为名字太长塞不下 很多证件什么的 像办签证啊 什么办事大厅 什么网络上面都不行 特别是参加那个HSK考试的时候也是 有时候很奇怪 因为像银行的话 我们办的时候 他们会把信放到前面 对 然后再把名放到后面 所以这样子就很乱 原来大家都这样的 我以为只有我这个问题 大家都好像很 我觉得全部外国人都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而且有几个有空格有没有空格的 对 有一个标准 对 然后有一些呢 全部大写 有一些全部小写 对对对对 所以就很多这种花样玩出来 你们在中国碰到的各种各样有趣的一些 跟名字对应的 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些小麻烦 我们出国可能也会遇到 是的 是的 肯定的 再来看一下欧利巴西 刚才顾老师说的那个名字很成 但是巴西会有更成的名字 就我们十八年级 不是年级 十八年级 巴士在蹲多久 在十八时期 巴西还是葡萄牙的知名地 然后那个时候 黄师会觉得名字越成就代表他们非常尊贵 所以我们等式的那个黄师的名字 我给大家写了 我要读一下 所以这个是黄帝的名字 黄帝的名字 我读一下 他叫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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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输了 他输了 感觉你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觉得她的名字很吗 还有她的老婆的名字 还没完 还没完 我感觉你要晕过去了 我跟你讲 如果真的要叫这样的名字 就这样 这个黄帝跟他老婆 两个人每天必须要叫对方 叫全民 必须要叫全民 对 不吵架的时候就很带气氛 但是黄帝取这个名字也有好处 因为一般黄帝他们出来的时候 报幕什么之类的 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这样的话显得不空 对 皇上驾到 但是主持人遇到这样的名字好尴尬 万一就像领导名字 如果这么长 抱错一个就很相当 对 但是我在想 就刚才大家有说 为什么觉得自己的第一个第一名很土 是有它背后原因的 就在整个拉丁语系的名字当中的 第一个名字往往是从圣经里找的 只有三百个左右 而姓氏的最后的第一名一般有数十万个 它是你家族的 比如说住的地方 曾经的工作 比如说面包烘焙师 修鞋匠 赌徒 扑克玩得好的人等等 它的很多 但是前面的第一名 只有那三百多个 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十六世纪的时候 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欧洲五分之一的男性都叫John 这个名字重复力太高 所以这名字就产生很多的变种 John Johnny Jonathan 等等的很多的变种 就是他们的小名 有道理 比如说叫铁柱铁 铁柱铁 大铁柱 小铁柱 大铁柱铁 小铁柱铁 是的 是的 然后比如说John这个名字 而且在不同的语系当中 竟然是一致的 比如说英语的John 到了法语就是John 对 让雷诺的让 再比如说到了葡萄牙语里 来 你拿出你刚才的那个国王的那个名字 John 皇帝的名字的第三个 也是John 李奥 也是John John 就是葡萄牙语里John的翻版 你知道在俄语里就是Ewan Ewan 所以你看一个John 在不同的国家 其实大家的让 Ewan 李奥 胡安 李奥 胡安也是John 胡安也是John 你真的是百度啊 陈敏老师 所以一个原点 然后会衍生出无数条线 然后横跨整个拉丁语系的名字当中 所以你们如果细找一下 基本上能发现有